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获得歌神称号的音乐人 创造了香港歌曲口语演艺法 开创了粤语流行歌曲《时代的许冠杰》 堪称香港歌坛的宗师级人物 前段时间 65岁知名音乐人向雪淮罕见动怒 他在社交网上发文替许冠杰反击网友 消息一出 立马引起了关注 事情是这样子的 很久没有公开演唱的歌神许冠杰 最近在街头开了一场记者会 宣布四月份在宏馆举办演唱会 活动现场 他穿着黑色背心和铜色细皮裤 再配上被雷帽 打扮裤尽十足 不知不觉 他已经74岁了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但身材仍挺拔 十分老当义壮 靠着多年来积累的人气和知名度 许冠杰的记者会不仅吸引到一大批媒体前来采访 还有过百位歌迷到场支持 为了感谢大家 他拿着吉他 几场演唱了 阿郎练曲《铁塔凌云》这几首代表作 令台下记者和观众开心不已 记者会结束后 不少媒体将活动视频分享到社交网上 没想到 竟然惹来网友嘲讽 该网友说许冠杰肯定是没钱养老 否则不会七十多岁还出来赚钱 一个娱乐媒体账号转载了网友的评论 搞笑的是 他竟然把许冠杰的记者会 当成真正的演唱会 并以74岁许冠杰街街头开演唱会 舞台设施简陋 被网友认为在赚钱养老为标题 进行了点评 网友与娱乐媒体账号的曲解 让向雪槐非常生气 忍不住公开痛批对方 无知又自认为聪明是最可怜的 他表示能邀请到许冠杰出来很不容易 那场活动是发展商举办的 同时为通关做点事 现在如果不是真材实料 谁敢一把吉他自弹自唱 许冠杰才是真正的音乐人 也难怪像雪槐会那么生气 毕竟许冠杰不仅是他的好朋友 还是他成功路上的引路人 出身于贫苦家庭的他 为了赚钱养家 中学毕业后进入唱片公司当助理 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歌手 包括许冠杰 后来他得到许冠杰赏识 对方将他推荐给公司高层 高层找他填写了第一份歌词 从此开展起填词人的事业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 向雪槐多年来创作过无数经典歌曲 包括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 谭永林朋友 李克勤乐拜小夜曲 实力非凡 尽管时隔多年 但他仍对许冠杰的提拔感激不已 受访时经常提到对方 如今有人无端嘲讽许冠杰 他生气也很正常 回看许冠杰的人生历程 可谓充满了各种传奇 许冠杰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而是在幼年时随着家人 自广州迁居香港 那是1950年 当时他两岁 许家共有四男一女 五个孩子 父母按照文武英杰的排序 给四个儿子命名后 给最小的女儿起名许朱迪 这其中 想必含有明珠的美好寓意 在媒体的资料中 许冠杰的父亲许士昌 是一名国乐师 母亲李倩云则是歌剧演员 但也有人考据 称许士昌只是一名爱好传统音乐 擅长二胡和小提琴的普通教师 李倩云虽然确实登过台 但本职工作是电台播音员 1983年 许冠杰发行了专辑 新的开始 其中收录了一首名为 父亲的钢琴的歌曲 这首歌曲旋律温情 柔美 歌词更是宛若自语 带有很强的回忆色彩 听这首歌时 就像听着许冠杰在讲述自己 与父亲之间的暖心往事 或许是代入感太强 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描述的 就是许冠杰的童年时光 九岁那年 父亲送了他一架钢琴 鼓励他做音乐 当歌星 用好歌为人们带去快乐 但有人根据许冠杰的童年经历 对这个说法表示了异议 刚搬到香港时 许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一家人住在九龙区的钻石山一带 虽然钻石山听起来很闪亮 富贵 但其中的钻石并非是纸宝石 那里没有钻石矿 也没有富人居 结合附近曾有过的石矿场 坊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 钻石指的是钻开岩石 据许冠杰的三哥 许冠银回忆 那时一家人挤在一间木屋里 因为家里人多 屋子太小 孩子们只能睡在门口 直到1960年 许家才申请到了深水不屈的住所 那时许冠杰已经12岁 按照这点来推断 他九岁获得钢琴做礼物 显然是不可能的 家里年纪小的孩子 总是会跟着年龄大的孩子学 许冠杰对于音乐的爱好 除了来自父母的基因遗传 就是受大哥许冠闻的带动 他曾经跟朋友们组过一支叫 Harmonix的乐队 自己担任被厮守和主唱 未及乐队解散 许冠杰又加入了Bar Six乐队 为双主音之一 1966年 Bar Six乐队改名为Lotus 及莲花乐队 年轻人总是紧跟时代潮流的 受国外现代流行乐与摇滚乐的影响 许冠杰喜欢上了吉他 也爱上了有节奏感的现代乐 但是在那个年代 别说是香港的大众了 连父母这样的文艺工作者 都不太能接受新兴的音乐文化 抱着个吉他 留着一头长发 唱着直白的乐语歌曲 这个样子的许冠杰 在父母的眼里 甚至有点不务正业 不入流的混混模样 那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期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 听歌也被分为了三六九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位勇士 而对香港乐坛的发展来说 许冠杰正是那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 乐语歌曲只是平头百姓口中 吟唱百味生活的小调 只存在于市井之中 除了乐剧和一些民俗乐区 其他的既不入流 也可以用上不了台面来形容 在对音乐创作的过程中 推广与发扬乐语歌曲的念头 在许冠杰的心里开始根深蒂固 一个地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文化 1971年 已经签约保利金唱片公司的许冠杰 早已发行过几张专辑了 但那一年他要做一个很大的突破 和哥哥许冠文的合力创作下 一首《铁塔凌云》问世了 这首歌以一个香港人的视角 反映出当时香港市民们的生活现状 表达出对香港这片热土的重视 亲切的乐语唱腔 和朗朗上口和谐的旋律 瞬间让香港民众对这首歌极具喜爱 这是许冠杰第一首乐语流行歌曲 对他个人而言意义非凡 对香港而言也同样有着特别的意味 《铁塔凌云》在后来被称为香港港歌 成为了香港音乐文化标志性的时代曲 一度被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翻唱 1973年 许冠杰在哥哥许冠文的引荐下 转型成为了一名演员 俗话说得好 是金字在哪里都会发光 许冠杰不仅在歌唱事业上如鱼得水 就连在演艺事业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他先后主演的《卖身器》 《最佳拍档》《鬼马双星》 《半斤八两》等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惊险的是 当年许冠杰在拍摄电影《魏斯里传奇》时 不小心患上了高地综合症 差点丧命 据悉当时剧组远赴尼泊尔取景拍摄 因为剧中正好有一场戏 要在海拔很高的山上拍摄 正是因为如此 许冠杰不小心患上了此地 后来据剧组导演透露 索性抢救及时 如果晚了15分钟 可能就没有命了 当年在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 许冠杰也选择了复出 1992年 他举行告别演唱会 连续开了42场 几乎场场爆满 2004年 整个香港民众因瘟疫的影响 以及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离世 气氛低迷 许冠杰挺身而出 创作了两首歌曲宣布复出 一首《零四祝福你》 一首《继续微笑》 只为鼓励大家振作精神 2008年汶川大地震 许冠杰将自己的一首歌曲 特意改编再创 一首《爱的暖流》 献给了灾区人民 而今 虽然如今已经七十余岁 但是许冠杰依旧紧跟潮流的步伐 从他平时的穿着打扮可以看到 许冠杰真的非常潮 他经常穿着一系列花花绿绿的休闲外套 或者皮夹克 头上不是裹着头巾 就是戴着棒球帽 脸上也总是戴着一副酷酷的黑墨镜 相当有个性 而且高兴的时候还能出来唱唱歌 年轻时的风范一点都没有减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分享